現在讓它會有效能 那怎麼樣才有效能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模擬器 剛剛這邊老師已經做好了之後 你可以先按滑鼠滾輪 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滑鼠滾輪整個縮小一點 我們等一下要擺在我們的左上角這邊 左上角這邊 那老師要移動的時候 不要一個一個元件移動喔 這樣很慢 你就在空白的地方 空白的地方 按住滑鼠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整個拖硬 你一個一個在那邊動就有點辛苦 所以我只要空白的地方拖過來 好做好了之後 我就把它先收起來囉 右上角這邊我們可以先縮小 那老師記得喔 你的元件這邊要關掉喔 元件這邊你要記得把它關起來 好縮小 這樣有沒有剛好就在左上角 那當然如果說你這邊還偏一點點 這邊的操作跟剛剛都一樣 好這裡也可以收起來 那有些時候啦 有些時候 有些老師或同學他還會多按這個 有沒有上面有三條線 這個 所以你也要記得把它收起來 那麼我們硬體有的 接下來就要針對軟體的部分 左手邊這裡 那我的寫的習慣我都會硬體有的 我先把相對的積目找出來 好所以我們現在有三個硬體 就是開發板 那個LED點矩陣加上公平器 所以我就找左手邊這裡 開發板 好 那我們Blocking的話原則上 它在這邊每一個都是一個目錄 所以你會用到開發板的 就通通都在這個目錄裡面 用到燈的就通通都在這裡 好所以我找到開發板 好那第一個第一個積目 第一個積目拿出來 我們現在用的是Smart 好先把開發板的總類確認好 那我們先用模擬器的方式 先用模擬器好選好 第二個我有一個風明器 所以就找到風明器 那所有的Blocking 基本上 這些目錄的第一個 它一定都是設定角位 畢竟這個處理器沒有像電腦那麼聰明 USB隨便插哪一桶 就知道是什麼設備 所以它一定要先確認好腳位是什麼 那我們風明器呢 它預設是 對不對 我們剛剛是它在穩 再來我們有一個LED點矩陣 一樣把這個硬體 第一顆拿出來 那我們腳位是在多少 14 12 13 在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邊 像這樣子 對了跟老師提醒一下就是 我們那個Blocking 它本身如果老師要放大一點 它下面這裡就 有沒有 積目的放大縮小 雖然您用那個網頁的放大也可以 可是這樣會連選單都一起放大 所以它下面這裡可以直接 像這樣放大縮小 那按中間就會回復正常 另外一個就是如果老師啊 您想要做講義的時候 雖然我們可以拍畫面對不對 可是你這樣會連這個點點是不是一起抓進去 它上面不是有這個小點嗎 可以使用的 那其實Blocking本身就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把積木 變成一個PNG的透明圖 所以您只要在空白的地方 像這種空白的地方 按滑鼠的右鍵 您就可以發現 有一個叫下載圖片 這樣你的積木 不管你有沒有超過整個畫面 就是你的積木多長 它就全部一起抓起來 而且是透明的 它背景透明 那這樣對老師 如果您可能有需要做講義的時候 就比較方便 OK 好 所以我現在硬體設定好囉 那我們要讓它笑囉 來我們先試看看 LED點體證 好 你看第二顆基木 把它拿出來 那我順便讓風明器也 就是播放一下聲音看看 所以 風明器這裡 你記得在Block裡面 它的風明器 你不能直接音符丟出來 就播聲音 它一定要放在這個裡面 多一個 多一個這個 所以我風明器要播的時候 一定要先有這個 再加上 你要播放的聲音 然後我再把它丟進來 你可以單音 也可以用它內建的 那我現在就Play看看囉 有沒有 我跟你講這個風明器 電腦的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真的播出來就是小小針 那個大小針沒辦法控制 但是這邊的也比較容易控制 這樣 好有 現在大家都微笑也有聲音之後 我們看看 就是 LED點體證 其實它還有一個叫做代碼產分器 這個在簡報的11頁 這個在簡報的11頁 那模擬器本身 其實它並沒有特別提供 也就是說 你如果是用我們這裡 體驗版或者是雲端平台 其實啊 來我給老師看一下 如果您用的是另外兩個平台 它本身工具在拿出來的時候 比如說你看我拿這個出來 你會發現喔 我按滑鼠右鍵 有沒有一個 按右鍵有沒有一個叫小工具 它會針對 比如說風明器 或LED點體證 它有特別準備像這種小工具 可是呢 如果你是用我們的模擬器 我點在這邊按滑鼠右鍵 老師有沒有發現少了一個叫小工具 包括風明器 包括那個LED點體證 它就沒有 但是沒關係 它本來就是獨立的網址 所以呢 其實只要把那個網址記起來 那我們也可以自己打開 就是說 您剛剛有看到的 像在這裡 我把它打開 還是可以一起用啊 重點來了 你看我們剛才寫程式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是效能 為什麼這是效能 如果你要去記這個 是不是就有點辛苦了 因為一點都不好記 有16位數 那是16進位的 所以說它這個就是標準的代碼 那Webduno呢 它其實你要產生這個代碼 有很多的方式 那其中一個 當然就是用我們剛剛所介紹的這一種 你看我就點一點 你要什麼形狀 有沒有 你要什麼形狀 那我就可以自己在這邊 產生一個代碼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對不對 像Squish要做這一塊 我覺得也是 稍微不是那麼方便 Webduno在這一塊是比較方便 那這種方式是 你用代碼的 用代碼的 好處是 比較節省 我們畫面上的空間 那麼 如果你覺得不想 這麼麻煩 你也可以用它裡面 有一顆 很大顆的 這個 因為用這個其實也可以 放進來 然後用這樣直接勾著 是不是也可以 只是剛剛那個會比較直覺 剛剛這種會比較直覺 如果你用勾的 也是可以 就看你覺得哪一個比較適合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 它的代碼 這是第一種方式 就是你要用代碼的 你要用圖形的 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那 它本身 Webduno本身 除了這兩種以外 其實它也有內建的一些 內建一些 包括你看我們可以在這裡 有沒有 英文的 有數字的 就是在積木裡面 它這個積木裡面 它也有內建一些圖案 就幫你畫好了 這樣你就不用那麼傷腦筋 但是老師要留意一下 我們只有64顆 所以最多一次只能顯示 一個英文單字 字母 或者是數字到99 就是兩位數 超過三位數 它就直接不避命了 這樣老師了解 這個是我們本身硬體的限制 所以你要顯示哪一個圖案 你就把它丟進去 你看我這樣把它放進去 那我們在這邊play一下 它就顯示出來了 好 好這就不是我的包面器 哈哈哈哈 好那如果你要兩個 那一樣的 第二個 你看這有數字 丟出來 我們可以先play一下 那跟老師說明一下 如果在buck裡面 您覺得 比如說我現在就不要每次執行 都撥這個聲音 但是我寂寞想暫時留下來 你可以這樣做 在這邊 因為我們在scish裡面 它並沒有特別限制各位 就是在使用的時候 把它丟在外面這裡 對不對 可是在buck裡面 如果你這樣丟 其實它會產生層次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 奇怪為什麼我層次不能執行 因為它層次亂丟 就這個積木亂丟 所以如果老師你要 要暫時留下來 不想把它刪掉的話 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它有個叫停用積木 不管你是在裡面停用 還是在外面停用都可以 這樣子 程式確定不會執行它 這樣老師了解 這個是跟我們一般 在用scish 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因為scish 很多人會喜歡 就是不用的 就先暫時留在外面 好 那 這樣子基本的 它內建的這個 是不是就會了 測試完就會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喔 OK